完了完了,这辆后八轮直接杀不住了溜泊了 此时司机打开了车门,真是打算跳车吗 欢迎来到今天的动力检测站 就今天这个弯道,使得司机久不看了都要摇头 另外一个还被困在了坡道上 有没有难度自己看 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卡车司机愿意走这样的盘旋山路 不仅弯道急,而且还是连续的上坡 开这样的路,估计司机牙齿都能咬碎 趴着拉的一车是煤炭,来个董行的呼一下 这一车大开多少吨,它漫游漫游的上来了 或许是拉的太重了,车子在坡道处 它打方向根本不听使官,卡车直接推头 然后跑路边去了,这样一来那可就有大麻烦了 现在这个位置上,它方向不可能直接打得过来 而想要出来,那就必须倒车 然而在这种地方倒车,未将要冒着巨大的风险 虽然刚才有人已经拿石楼垫上了,但真的好用吗 此时天使还在下雨 卡车原本只是想稍微退一点 结果直接是杀不住了 还好后面老哥及时扭过去一块石头 暂时阻挡住了卡车的后溜 然而还没过十秒,卡车又开始往下楼了 看他后面这个路,溜下去可能就万劫不够 这时候司机更是打开了车门 已经是做好了随时汽车而逃的准备了 无幸中的万幸被护栏给拦住了 要不然今天黄花菜都凉了 随后司机又开始冲坡 有了上一次的失败经验 这一次司机老早就打了方向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问题就在于后面的货太重会撬口 这里又是上坡 前轮几乎失去了抓地力 所以他打方向根本不能控制车辆走弯 车子再一次冲到了路边 不行不行,这真的是太难了 不要问这些车最后怎么出去 想出去可能要将货给先扔了 就在这辆车在这里被控的第二天 司机请来了同伴帮忙 他用一辆车躲在后面防止自己后溜 然后尝试冲上这个坡 然而梦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现在有个最主要的问题 他在这里撬头严重 前轮不能控制前进的方向 这就导致他出不了这个弯 原本好好的路边 现在也已经是被动的坑坑洼洼了 现在这辆卡车好像还学了 他直接歪到了一边 感觉随时都有侧翻的可能 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 前进不能前进 后退都变得很困难了 最后他们也是暂时先放弃了 将损失降到最低 如果再折腾下去 可能要请吊车才能解决了 至于最后的结局 我也不得而知 是否就会是伤异的 是否会是伤异的 对于是伤异的 就是有个人的